又是一期开箱视频 这次开箱呢比之前要激动很多 找到了之前开箱的感觉 大家可以猜想一下 这个让我比较激动的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朝思暮想了很久 很早之前就听说过它非常的棒 但是呢由于郎中羞涩 一直买不起 蹲了很久下定决心呢 还是把它买下来了 马上呢就给大家揭晓 大家可能应该都看到了 看这期视频的朋友呢 帮我it一下游龙 这个呢就是他们家的三宝 那我三瓶是全部都买回来了 特别想问游龙 因为我最近肠胃有点不好 这个我能不能整点进去 大家看到的这三瓶呢 也被称为神药 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呢 主要是为那些个不开实的龟量身打造的 三宝呢没有治疗的效果 它是一个营养补充剂 但是呢三宝配合药物一起使用的话 对龟是非常好的 这里呢我还要重新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三宝呢它不作为致病的药 它只是在治病过程当中对龟的一个辅助药 如果龟生病呢不吃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灌三宝来保证它每天的一个营养 以及体内的一个水分 灌三宝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根据对应的症状加对应的药 比如说有点肠胃炎你加点假消错 混合一点三宝 给龟直接灌进去 这三瓶药呢不便宜啊 反正基本上都可以买一只台元啊 效果呢肯定还是可以的 不然我就叫油龙退款 然后呢这个三宝呢是已经拆开了 但是呢想反映一个问题 油龙看到这个呢不要喷我呀 送的这根软管啊 如果是对于大一点的龟 那么没关系 没问题 但是如果龟小一点的龟 那我的那根管子可能不需要那么长 那我们在根龟灌时注射三宝的过程当中 这根管子中间的那些个三宝不就浪费了吗 那么好的东西怎么能浪费呢 我们这种是好不容易攒钱买的 如果管子有细一点的就太好了 这样可以节约三宝 没钱就是这样啊